中国好声音 在这一季中最受观众们热议的还要输四位导师了 当然除了笔拼导师们的唱功 四位导师们相互监的互动也是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 在以往的节目中 周杰伦可谓是承报了整个节目的笑点 但在李健这位段子手加入后 两位段子手间的互对也是让观众们看得很负大笑 在节目中的画室中 李健和周杰伦这两位段子手也是又掐了起来 在李健说起自己曾在布红时翻唱 或以为自己非常喜欢了日本歌手中笑点的歌 可这首歌歌的唱法实在是太独特了 自己没能唱出来 而哈宁也是接口 弹起了自己对这位日本歌手的认识 还弹到他还唱过一首歌叫花心 其实是花海 而周杰伦直接表示 我就写了一首花海 花海是自己写的 结果中笑剑还拿去翻唱了 这就有点尴尬了 网友们也是表示 李健惨糟打脸 周杰伦再胜一筹 周杰伦是真厉害 歌都被拿到国外翻唱了 李健最喜欢的歌手 居然翻唱周杰伦的歌 这也太尴尬了吧 不真的小伙伴们 你们怎么看 如果喜欢小编的文章的话 记得一定要为小编点 点关注 点赞和分享哦 有什么自己想说的话 就在小编的评论区中畅所预言吧 期待你的留言与小编一起互动哦 点赞和订阅